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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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六 我這次呢想要用一個Vlog的形式 來記錄我一整個週末的吃飯以及運動的行程 那其實我昨天呢就是 太晚的時候有喝茶 所以我昨天大概到2點半3點才睡覺 所以呢今天起來也很晚了 現在時間已經差不多是早上10點多了 對 然後所以我現在趕著要出門 因為我的運動課是 11點15分的 我這週日的時候有小感冒 所以可能現在還是有點沙壓 我喉嚨現在其實很痛 那但是除了喉嚨以外 我就是身體恢復都差不多 就體力什麼的 那我昨天姨媽來 所以我真的差不多就是 整整一個禮拜沒有運動 就感覺很不習慣 然後想要就是稍微動一下 那我現在就要準備出門啦 因為 所以時間也比較晚了 所以我們走吧 嗯 對 對 對 committed to ground push past that burn hold your comfort jackass steady as you can at the top position do not let those knees touch the ground left hand to right shoulder hold it focus on that breath back state strong eight seconds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you gotta push through 你很高興! 你都很高興! 你也都很高興! 你很高興! 3 2 1 3 3 2 3 4 5 4 5 我現在下課了 我現在正在等身體稍微冷卻一點 因為剛剛教室的溫度是40度嘛 然後又流了很多汗 所以我不想要馬上一走出去這樣吹冷風 因為我還蠻確定我就是這樣生病的 所以我先坐在這邊 然後喝杯水喘口氣 然後準備回家吃午餐 我買了新的蛋白質飲料 因為家裡的喝完了 然後它是一個新口味 我還沒有試過 它是草莓香蕉口味 然後呢一個servant裡面 它是要有40克的蛋白 好加上牛奶 運動那麼久還是拧不開東西 對 開了 開了開了開了 還是蠻好喝的 我有喝過是很難喝的 這個還算蠻好喝的 我趕快把這喝完之後啦 然後我還可以開始做中餐了 因為我還蠻餓的 今天要來做的是煎蛋餅 然後我要來用三顆蛋 我早餐一般會大概吃兩到四顆蛋 就是如果是有運動的情況下的話 或是肚子比較餓的情況下 現在把蛋黃跟蛋白打散就可以了 用這種不鏽鋼的鍋子好 會先熱鍋之後再加油 我洗完菜之後就發現日子有點太彈心 料有點備太多 所以我大概只有用三分之一而已 小聲一點我上個月在圈圓就買的香料 是第一次試 當然還有黑胡椒 我覺得有一點稍稍煎太久了 就不是我喜歡那種軟軟的感覺 來跟你們來做一個現在體態的一個checking 我稍微有在練肩膀這一塊 有一點膀 嗯 中餐我要來吃steak and eggs 算是一個美國還蠻常見的一個早午餐的一個menu 中午早餐的時候會吃的比較好 非常高蛋白的一餐 覺得有點太膩不能這樣吃 所以把昨天洗的baby spinach拿出來了 我現在在健身房準備要做運動 我今天呢只有要做腹部的運動 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下就是我前幾個禮拜我覺得我好像有點運動太多有點運動太過度了 我做了很多高強度的運動 然後每天兩個小時 嗯 就削脂削得非常的快 可是也相對一起把肌肉削掉了 我那時候就是肚子完全沒有肥肉 沒有脊肉是平的 但是也沒有腹肌沒有線條 但是我腰 我比較追求的是有線條 然後當然也要就是沒有脂肪 但是就是那時候是兩個都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不是我想要的狀態 然後我的屁股跟胸部就是都也有消 所以呢我之後就是有盡量就是一個禮拜多休息幾次 我那時候是一週五到六天 然後一天兩堂課就兩個小時 就真的太多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其實身體是真的需要適當的休息 所以我就現在還在就是稍微在調整我自己的運動量 以及就是不同天做的不同部位這樣子 加上就是現在要就是努力多吃一點 就是蛋白加上澱粉就是都盡量多吃一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點吃的不夠 我吃的是很均衡 但是就是量不夠多來支撐我的運動 好那我今天要給你們看的是我一個十分鐘的腹部運動 這運動就是我喜歡在不管是練哪個部位 不管是練手臂啊或是練腿的那一天 然後就加上這十分鐘在一開始或是結尾 然後很適合出學者或是沒有器材 或是沒有健身房不太在家裡 只要有一塊墊子就可以做了 那我們開始 我現在要做的是間歇運動 每個動作45秒 接著15秒的休息之後換下個動作 然後這樣子重複十次 所以總共十分鐘 我用計時的方式而不是算做幾下 是為了提醒自己不用為了多做幾下之後而強快 而且定時的話也不會就是因為偷懶而休息太久 然後把整個運動拖得很長 第一個動作我會先來做的是平板撐 我喜歡先做這個運動來讓全身的肌肉稍微熱起來 當然在開始腹肌運動之前如果先做有氧的話效果會更好 利用這15秒的休息時間轉換到下一個動作的預備動作 接著這個運動會做捲腹 這個動作呢其實主要就是有點像是半個仰位起坐 只有讓自己的肩胛骨離開地面之後呢馬上躺下之後再重新來一遍 接下來的這45秒只會做單一邊 用右手去碰左腳 然後一樣也只有肩胛骨離地 盡量不要用頭跟脖子來把自己的身體往上拉盡量用腹部的力量 不然很容易受傷 再來45秒就是換一邊用左手去碰右腳 接著把手放在身體的後方輕輕的支撐而已 那把腳跟身體同步縮縮把雙膝收進胸口 那如果想要挑戰進階版的話 那就是把手拿離開地面 說真的就算腹肌練了這麼久啊 這個動作要連續做45秒對我來說其實也是非常的困難 我已經開始在掙扎了 但是呢就是要靠意志力來挺過最後的這幾秒 好 再來這個動作呢也是腹肌運動裡面的必備 俄羅斯轉體 那每一次轉的時候呢 盡量都轉到最下面手去碰到地面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進階版本是把腳拿離開地面 那如果覺得開始累的話就是把腳放下來 再來呢就是選一邊來做一個側身的平板撐 那在這45秒裡面你可以看到我做三個版本 從初階、進階版到一個高階版都有 接著呢我要來做Bicycle Crunches 右手走去左膝蓋的外側 左手肘呢則是去右膝蓋的外側 這樣子一直交互 OK沒有忘記剛剛只有做一邊的平板撐 現在來換一邊 整個脊椎盡量是維持一條線的狀態 然後屁股盡量提高 我在影片裡面並沒有說做到最好的示範 現在是最後一個運動了 那簡單來說就是做一個平板支撐之後呢 用手去交互碰另外一邊的肩膀 然後這樣子持續45秒 那其實很累很累 那就是盡量用意志力堅持 那就算做不了呢也用平板支撐著 然後不要跪下去 來那麼10分鐘其實很快就做完了 這次的Vlog是由Maya Active來贊助的 就是我這次所有穿的運動服飾都是他們家做的 那我做到這家衣服是傳到現在已經經過了兩個多月 所以如果你有follow我Instagram的話 應該有看過我就是拍過他們家的衣服 不管在現實或是一個post裡面 這牌子它的款式 然後做工 然後尤其尤其是材質 真的就是非常的棒 那我這次在影片裡面穿的leggin啊 叫做小腰筋褲 它褲頭就是很剛好可以把腰間的肉包覆得很好 然後會有細腰的視覺效果 尤其是把側腰的肉束得很好 它褲頭長度呢就是那種很剛好 可以稍微蓋過肚臍 但不會是太長 穿Gymtra的那個leggin都太強了 然後每次一蹲下去 然後它的那個褲頭就會反折 這個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褲長來說也就是剛好在我的腳踝 不需要特別反折或是拿去蓋 它的側邊呢有做一個pinside的口袋 非常的方便 就是如果你運動有聽樂習慣的話 可以把手機放在裡面 然後就是不管有沒有的極限都 很適合放手機的一個地方 然後不用怕手機被別人拿走這樣 然後特別要講的就是它的材質 我剛剛有說我很喜歡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就是那種排汗性很好 所以我就算是在昨天那個 四十度的教室裡面上課 也不會覺得說有 就是汗就是出不去 被悶在褲子裡面那種感覺 完全不會有 除了我身上這個黑色之外呢 我還有另外這兩個粉色 只是因為它們兩個顏色比較淺 然後所以可能就會 比較明顯 所以呢我就不來示 不來示範給大家看了 但是這兩個顏色很美 尤其這顏色我這顏色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它是一個豆沙紅 然後呢我知道我在影片裡面都示範的是一個黑色bra 因為它這個 胸 胸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這一款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其實我也覺得很好看很美 我平常也都會穿 只是我不想要就是在影片裡面露出 所以就給你們上來看一下 呵呵 它後面是這種網狀的 我很喜歡運動內衣是前拉臉 因為就是你就是穿脫非常的方便 因為有些那種要後面扣打 我都是要這樣整個這樣脫掉 這個不用 這就是穿背心那種穿脫的感覺 這個拉鍊算是好拉上的 但是不會容易掉下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覺得這一家呢 的確是在運動機能E這一塊來說 價格比較高的 但是比我其實自己平常會買的牌子 大概有便宜塊要一半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價格 那我最後呢 來跟你們講一個活動消息 就是3月8號是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所以他們在這一段期間呢 有做一個三八女王節的一個活動 所以你就如果跟客服報暗號欠欠的話 你就可以領到一個優惠折扣券 那我會把所有的活動消息 身上穿的衣服連結 包括我所有做的運動 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所以要記得去看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你喜歡這樣的形式 你喜歡我多做運動類型 跟吃東西類型的這種vlog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囉 滑稽粥吃粥 嗯 長門 我再看看 你喜歡這個活動 就很久了 你沒見到